同样也是来自于社会企业的公益活动 春珍本草企业社捐赠养生冷饮 给花莲市公所清洁队员饮用 感谢队员在疫情严峻时期的辛劳之外 也让他们在日常清洁工作之余 多补充水分保重健康 而花莲市长魏佳贤代表接受并制证了感谢状 感谢有这么多热心公益的民众或企业团体 来关心清洁队员 春珍草本草企业社赠送养生茶饮 给花莲市公所清洁队员来饮用 感谢队员们在疫情严峻时期辛劳 也让他们日常清洁工作时要多补充水分 像我们这次的防疫茶 就是我们就是有防疫茶跟清草茶的部分 对啊就想说现在天气热 然后清草茶就是可以解暑一下 对啊防疫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是我自己就是有特别去研发 就是专门像是鱼心草啊里面的成分有鱼心草 鱼心草的部分的话就是天然的 讲白音就是天然的抗生素 对人体也比较不会有危害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你会想要送给市公所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然后又想说就是做公益这样子 市长温嘉贤代表接受并且致政感谢状 感谢有这么多热心公益的民众和企业社团 一起来关心清洁队员 谢谢我们花莲在地的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夫妻 他们有时候会看到说 我们有一些清洁人员 清销人员在平常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跟现在虽然疫情有稍微趋缓 但仍然还是维持二级警戒的状态之下 其实这些工作人员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辛苦 那他们有看到他们的辛劳 那自从上一次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个 等于说我们防疫查给我们的清销人员 那最近也准备了200瓶的一个 给我们清销人员之外 也给我们在维护环境的所有工作人员 那我们在此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也希望未来他们在推动他们的一个健康草本的一个 饮品的事业也能够非常顺利 成真草本特别熬煮了200瓶的防疫茶和清草茶 让施工所清洁队员来享用 其中防疫茶使用的鱼心草 被称为是中药的抗生素 具有抗疤炎降火器止痛功效 不仅可以消暑解渴 还可以提升身体的免疫功能 介入会幻市报道 感谢观看